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当然知道了 我已经打听过了 他的名字叫 徐婉云 哎呀 同志 真对不起啊 他们那个乘务组今天执行 飞广州的航班了 几分钟前刚刚起飞 真的 那 我 我的运气 真是太不好了 不过 没关系 我改一个时间 再来 我 就 跟 你 我 你 都 你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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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到你妈那儿去了 你怎么知道 你是我女儿 我能不知道吗 是我妈告诉你的吧 她怎么会告诉我 你不想想你爸是干什么的 爸 我这会儿心里很乱 好 来 差点忘了 刚才有一个人打电话来找你 而且要感谢你 感谢我 嗯 谁呀 是个男同志 是个男同志 确切地说是一个男人 因为听他的口音吧 好像不是我们的同志 爸 你就别卖关子了 到底是谁啊 他叫陆一夫 陆一夫 我不认识这个人呢 他是谁啊 这我哪知道啊 不认识 那他怎么会打电话来找你 而且要感谢你 他听口音 好像像这个华侨口音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是一个乘客 上次从广州上的飞机 在我们飞机上得了急性胃炎 后来还是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的 好像是个印尼华侨 印尼华侨 对对对 他说他是第一次回国 好像还挺激动的 啊 你告诉了他我们家里电话了 没有啊 他怎么知道我们家电话号码的 我听他的口气好像挺感谢你的呀 要不他到你单位找过你 然后发现你没在 然后在单位里边打听着了家里电话 嗯也许吧 要不跟我说说这个陆一夫 爸 我跟你说什么嘛 我又不认识他 都跟你说了 只是因为他上了我们飞机 在飞机上得了病 我照顾了他 再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哎 送到医院还是我们机长安排的 不过 看他那样子 倒是挺爱国的 是啊 哎 那解放了 好多外国华侨都要回国来看看 咱家建设了 哎 这个人 长得怎么样 我又没注意他 我怎么知道 这人挺能干的啊 你看 能打听着我们家里电话 而且还能把电话打到家里边 哎 爸 你又在分析什么了 没有 没有 人老了 会胡思乱心 胡思乱心 老秦 你怎么看局势的发展 说不准 这研究所内部 有所漏情报的间谍 那是肯定的了 不过 如果真的查起来 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老许这个人 你比我更了解 办事 那肯定没说的 我眼下这个案子 可非同一般呢 在你的印象里面 有没有接触过蜥蜴的材料 没有 我也是 从来没听说过这人 看了老许拿来的材料 和蜥蜴交代的记录 我相信老许的分析是对的 看来这个徐杰良 是个小家伙 他是QSO的人 QSO一般是搞搞破坏 弄点反攻大陆的小军事活动 充其量是搞些保护工作 对 如果特务出在研究所内部 那真是级别很高 徐杰良也不会知道这人的身份 我的意见 你安排一下 再提审一次徐杰良 争取能核实一下他的说法 你看怎么样 可以 完了吗嗯好吧马上就好 你们都吃好了 挺好的谢谢 跟我客气呢 啊老同志您觉得味道怎么样 啊啊还请 走吧哎 哎博主 这是你们领导啊 嗯 你筷子好像谁欠的似的 他是老国命吧架子多大的 他就是脾气 我走了啊啊再见好啊再见 老实交代 这个女的是谁哎呀 就是我的一个初中同学 叫王小经 一个好像很熟吗 没有就是很长时间没见面了 你们是偶然见面的啊是啊 过去没有时间在外面工作 哪有机会看见漂亮女同志啊 哈哈哈哈这话倒不讲 这女的不错 我看她挺热情的 你大学你说的这是真话 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你今年多大了 我二十七了 该成交了啊 当然了工作是第一 但是呢也得要安排好自己个人的问题啊 懂得我的意思吗 那去 记住一条啊 谈恋爱脑子别发混啊 一定要记住我们这工作的特殊性 不能泄密 这个下一定要绷得紧紧的 明白了 老许我问一问 您是老前辈了 你们那个时候是怎么谈恋爱的 怎么问这个问题 没什么 我就是听说 研究所当案室的那个李景 以前是您的爱人 啊 哎呀算了咱们还是谈工作吧 我呀分析了一下张晓明的线索 我觉得现在四号专家被盯上 可以暂时不管 关键是张晓明的行踪暴露 对于张晓明行踪的暴露 我觉得 研究所协调小组的人 都可以 但是又都不可以 你看 这个马之远 他是主管协调小组工作的 但是他不可能管张晓明的事 还有那个范世成 他是副组长 更不可能知道了 他们对四号专家的行程很了解 但是要是想对张晓明的行踪也很了解的话 那只有是见解方面 除非他们是想专门的弄清楚 要不然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他的下面 这是不可疑的地方 对 那么可疑的地方 可疑的地方很明显 那就要看他们是不是想专门的弄清楚张晓明的行踪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那三个人都是有机会的 而且我还有一个想 你说说 你看啊 掌握张晓明行踪的只有在总部 对吧 那么会不会台湾有一个 在我们总部潜伏着的特务 一直在给他们提不停报了 你是说 你怀疑总部派到协调小组里的那个谢国强 对 基本上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还不止如此 我来投了你 怎么了 对于我们自己人 你不能随便的怀疑 我们不能搞中央情报局那一套 定期还给自己人搞什么策划 对自己人一定要信任 依人不用 用人不疑 这个问题到此打住 我觉得你最近 有点紧 对了 还有那个 徐杰良 他的说法你怎么看 徐杰良提供的情况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强 当然 也不排除 他给我们抛出一个特务 搞一个张研法 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不会那么复杂吗 你是不知道 你是不知道 这QS 我是台湾方面一个叫特别行动处 这个处专门负责所谓的反攻大陆这些事情 那么徐杰良就是这个处理的人 所以我觉得他倒不一定会知道往大陆派遣特务的这些情况 当然了 除非这个处现在有些什么调整 所以我觉得 咱们既然这样了 内部的特务 这个线索已经有了 我们就抓都不放 我待会给你一个目录 你到总部的档案室去好好查一查 看看这里边能不能弄出点什么线索来 我真是觉得咱们抓了这个人 不但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好的线索 反而把我们的事情搞乱了 你看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咱们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清楚 更糊涂了 这就是我们轻泡工作的特殊性 要没那么那么的简单的话 那还要我们干什么呢 不过我倒不怎么看 我认为现在事情正朝好的方向去发展 因为这些人潜伏这么多久 他肯定要出动的 我有预感 不出十天半个月 他们就会有线索给我们了 这么肯定 当然 你先走了瞧 不要死嗎 謝謝啊 一張到巴黎的機票 後天 下午也行 一張 不不 單程 對 好 謝謝你 麥芝 怎麼了 麥芝你後天真的就走嗎 真對不起你 都沒有來得及 讓你去找一份別的工作 事情來得太突然了 你肯定以後不再回來 媽媽 肯定不會讓我離開他 況且把他一個人留在巴黎 我也是很不放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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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找到別的工作之前 在你找到別的工作之前 我想這些錢你用得上 拿著 謝謝你 麥芝 謝謝你 过去了一笔头削 怎么 朱老板不信我的话 也许你说的是真的 不然你恐怕 真的不敢带在这地方不走了 是啊 上次那件事可真把他们惹急了 这都是为了帮你啊 我欠你的情 你今天约我来有什么事吗 刚才我说了 台湾那边我是有朋友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我有个在台湾110号做事的朋友 一个人不想在这边待 像头的大陆这边 朱老板你笑什么 这种事他们竟然找到你这来了 哎 你知道110号是干什么的吗 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 台湾那件事情是他帮我拜托的 他知道我和你们有关系 那他还知道些什么 说老板 别着急 我跟这位朋友恐怕知道的不少 他都不是个事 再说你们的事情 我一样什么都不知道 对不对 我的话你还不信呢 我可是提着脑袋给你们干过事的人呢 我刚才说了 我欠你个人情 这种事很危险 你不要介入进来 哎呀 我同样也是欠朋友的人情啊 那就这样吧 我是为你好啊 这种事情 不会有危险的 我这位朋友非常可靠 而且 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 不会有危险的 我这位朋友非常可靠 在台湾群众计划里 可不是一般的角色 级别很高 具体什么植物我都不清楚 不过我知道 那这咱们负责大陆情报 那他 还跟你说了些什么 你得香港 是不是出了点事 他说 这是个机会 可以将你们提供有价值的ЕН系 作为投降大陆的建建力 你怎么知道 这不是个拳头 这是我可以拿脑袋担保 你的脑袋呀 从来都是憋在裤腰带啊 哎 没有 我的脑袋怎么回事 他人在下哥 不 不过他随时可以过的 只要你他也能和他见面 好吧 那过两天 我给你个答复 你同意见他了 哎呀我说了 过两天给你回话 哎 这事怎么能让你买单呢 是我求你的 你在中间牵线搭桥 然后他们给了你个好价钱吧 怎么是他们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 跟10奶帮混蛋是绝对没关系 纯粹是朋友间的私事 人的草屏边是一切常常这样讲 直到现在 总还没有得到 但也没有遇见过吃恋蛇和美女生 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 自然是很有的 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那天的白色源比较多 取一下可就两样 开雪人 可不取罗汉 需要人们见上 准备 是 啊 对 又 就 來理會 TanzBA ít這個要求別嚴格 你不是要擁有指責任徹 Desktop 註斃你穿越荷胎 不好意思 SPилось 哎 我跟你说老实话吧 我也不愿意看这些档案 我估计看完这些档案啊 我就要成近视眼了 老许为什么不自己来 他都是快退休的人了 哪有体力干这活啊 你们跟老许在一块干活啊 运气不好 您跟他一起工作过 比较坚持 Islamic 我的 我的 你 好 您 没 谢谢 我 好 我 好 别那么站着 打把手 我这儿玩帅 怎么样 按时资料 看了有什么新发现没有 全看完了 够快 我的车都还没操完 你又没半夜起来操 啊 你辛苦 辛苦到没什么 可就是这么大一堆玩意 看了也白看嘛 没问题就白看 那你说呢 要我说没问题那是好事嘛 难道你希望马志远 范世诚都是间谍啊 啊 我说过嘛 一个一个排除 我说过 那就是 从这文字上面 也看不出谁就不是间谍啊 那你从上面看出点什么有意思东西吧 没有 包括一年前的档案里边什么东西也没有 你可以看什么 现在 你的分析呢 我 起码现在我觉得我脑子里面都塞满了 根本理不出个思路了 好 那就睡上一大觉吧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没这个感觉了 老许 你可是一点也不着急呀 着急解决不了问题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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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呢快点啊 好嘞好嘞好嘞来了 我是 姑妈 姑妈 你好 哦 真的 姑父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知道 我会来看你们的 好就这样 再见 什么好事啊 我姑父出差回来 给我带点东西 哎 要是好吃的别忘了烧点给我 您别做梦了 有我的 就没你的 行 你小子 不 就别想再接电话了 哎 老爷子 你可别威胁我啊 来 你小子 怎么这么好一点啊 嗯 有钱不用 留他下子啊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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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就穿下来 让你们一起的 grande 多干脆 妈妈 有好消息 是吗 先吃饭了 你一定饿坏了 是啊 这肚子工具叫 上边没消息了 对 什么事情 再过三个月 不就要春节了不是 那边的意思 要搞一个大动作 这国庆节都没干什么 怎么又想到春节了呢 就是连年都不想让咱们 踏踏实实的过了 你以为 那边给的钱就是白花的 要做我的事 你说吧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还不知道 先别急 具体的新闻目标和方案 以后会通知我们 要我们先发展一个 电工技术的 你和周部长 这一堂的事 肯定是和爆炸有关了 什么 爆炸 你别嚷嚷呀 你找死啊你 上次 我出去贴了几张传单 都差点没把我给吓死 这回怎么 怎么又成爆炸了呢 谁说不是呢 到现在 我心里还直铺的了 过一天算一天 走一步算一步 现在啊 那些人找着那个 董电工火的人在说 那你们厂子里 有没有合适的人 那正好有一个 我呀 您注意他很长时间了 怎么突然要见我 出事了吗 你准备什么时候离开 明天 机票已经订好了 那你只能改签一个航班了 家里有变化 不是 我遇到点情况 需要你的帮助 可是 我不是直接归你领导 你是不归我直接领导 而且马上就要回家了 正是出于这两点 我才选定了你 因为 这是一次冒险 怎么回事 昨天 有一个过去的合作者 突然约我见面 说台湾方面有一个级别不低的人 想投诚过来 要他在中间打桥 这个中间人可靠吗 过去呢 为我们做了不少事 但是已经有两天多没有联系了 应该说 这次他是突然再次出现 这可就悬了 但是 这个台湾家伙手里 可能真有我们急需的情报 比如呢 比如 这次专家在香港遇险的真正名 这可是个大家伙 是啊 但愿是个有分量的家 所以 是冒险和的见面 家里同意吗 这次我们在香港出的事故 应该说是非常严重 哎 你认为 问题出在哪了 内户有人漏风 原来我想暂时不告诉家里 起码在我没有和这个家伙见面 没有从他嘴里得到有价值的东西之前 暂时不告诉家里 但是后来我考虑再三 觉得还是应该想家里浅试一下 因为这毕竟是我们的工作距离 对 当然不能先斩后奏 需要我做什么 和我跟他一起见面 判断 这是不是个圈套 这个真是一次冒险 你必须安排好自己的备用程度 一旦出了问题 要能够立即安全地离开香港 那你呢 如果是个圈套 我早就报路易 死活都是跑不掉 好了 你走 我猜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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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這裡是你開的 我這是絕對安全的 哎 你的那位朋友 哎 哎 說了吧 你就是借多兩個馬來給我 我都不敢跟你玩手啊 好了 你去江峰那房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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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來都不知道 寂靜會這麼讓人 我現在也後悔 把你給拉進來了 要是運氣不好的話 後悔也來不及啊 這就是蛋先生 蛋哥人 這是豬肉 啊 啊 這就是豬肉 這位是我的助手 你不會反對 他參加我們的見面嗎 啊 啊 啊 大家都是朋友 你們看 玩不由我 絕對 好 嗯 你會把我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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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不會再做 好 你會把我放進去 我會這樣子 好 你會把你放進去 根本 可以把你放進去 座老闆 我會讓你放進去 你 然後你把你放進去 你放進去 就讓你放進去 我會 valeur 郭老闆今天谈话的方式 开门见山 男先生客气了 我的身份 想必黄伟叶先生已经告诉你了 可以 我原来曾经是台湾 QSO7处的副处长 朱老闆一定知道 这个处的主要工作 是针对大陆方面 后来我调到了110号 还是负责大陆方面 所以我认为 你们会对我所掌握的情报 感兴趣 也许是这样 但你首先 要先回答我两个问题 朱老闆请讲 首先 既然戴先生 是KOSO和110的官员 那么在台湾 一定是很受重用的人 那为什么还要向我们 与您请帮 当然不愧是为了今天 刚才做了完讲 我在台湾是属于受重用的人 这话您说错了 实际情况是 我从1949到台湾起 就在台湾上 在这个机构里当副处长 当然当时不是在七处 也就是说 我从30岁开始 就没有再被提拔过 我不知道现在大陆这方面怎么样 反正在台湾像我这样 没有政治靠山 没有政治背景 是永远不会得到真正重用 当然 仅凭这一点 在台湾像我这类人 在大陆被称作狗特务 是属于十恶不赦的那类人 所以我想 以一个叛逃的情报官员的身份 提供你们感兴趣的情报 你们则保证我平安的回到家乡 我想这样对你们是有价值 当然 如果你提供的情报有价值的话 这就是我要问你的第二个问题 你能证明你的身份 和你转过的情报有价值吗 可以 比如说 我知道你们现在有一个512项目正在进行 把一位欧洲的舰艇推进器专家 请到大陆 为你们提供技术帮助 再比如 你们在香港遇到了麻烦 专家的安全出了问题 你们的一个人 他被台湾派来的小组抓住了 当然后来他跑掉 这个人的名字 当然可能是化名 叫张小平 现在你们已经开始怀疑 研究所的内部出了问题 负责安全的人被调回去 换了新人 但是到目前为止 你们并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在这一点上 我可以给你们提供帮助 我想知道 是什么样的吗 朱老板 请原谅 我不能告诉你更多的东西 为了我的安全 也为了您的安全 那 戴先生接下来想怎么办 非常感谢朱老板今天和我见面 我希望我下面的请求 不会使朱老板为难 谢谢 我想请朱老板 把我们今天的见面 报告你们总部 当然 不必直接提我弹毛人的姓名 我的代号叫台灯 这个代号在你们的答案材料里 也许出现过 我想直接和北京方面接触 butter 某老板 当然 我想和你们级别较高一点 谁呢 那要看你们的安排了 真是贱 这家伙知道也太多 你怎么说话呀 这个人起码是一个心里非常稳定的人 看不出任何破绽 我很难做出判断 凭我的直觉 他肯定是一个受过训练的专业人 应该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家伙 我只是觉得他的出现 在实际上有些可疑 你是说从我们的角度上来看 他来得太及时了 非常及时 我要马上向家里汇报 只能这样了 你干脆送我回家吧 我还是送你到停车场 你自己开车回家 这种时候 我才有丝毫的麻痹打你 随便你吧 我还是会去听到你 我还是随便你 我还是好 那我一定会 что是什么 也不会这么说的